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5月6号 昨天川普发布两个推文 宣布要将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 这个消息一出来 引起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急剧的一个变化 尤其是中国内部现在是手忙脚乱 那些统治者以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那么今天就发生了很多的大事 一个是中美两国的股市都开始下跌 中国的股市跌幅非常大 美国是小幅的下跌 另外美国的两艘导弹驱逐舰进入了南中国海 另外中国的外交部也召开记者招待会回答 刘鹤会不会在这一周到美国进行贸易谈判 另外我们也看一下中国的媒体对待 关税要上涨的25%的事情的反应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股市进行大跌 有1000多个股票给滴停 1000多个股票滴停就等于 整个中国股市的三分之一的股票给滴停了 那是严重的金融动荡 而且呢 无论是盛市 互市 它的低幅已经达到这个8%左右 尤其是创业版呢 已经完全接近低幅的8% 所以这个低幅是非常大 所以现在中国呢 处在2015年股灾之后的又一个股灾时期 是一点都不会过 金融市场的顿荡 已经引起中共呢 非常的恐慌 所以它呢 不得不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 那么我们看到 美国的股市 今天也是一开盘就下跌了 但是跌幅不大 像这个纳斯达克就2%左右 其他的道群斯都是不到2% 也就是说它的低幅呢 都在1%2%左右 跟中国的8%左右呢 那差距太大 可以说美国这方面经济呢 对关税上涨 它的承受能力是很大的 而中国呢 承受能力是现在看来 是承受不起 确实因为川普的这两个推文呢 已经引发中国的重大的社会危机 这个社会危机呢 习近平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已经讲了 就是说今年之内 要发生这个重大的社会危机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 这两个推文呢 确实是非常有力量 导致这个中国的经济形势 现在急剧的变化 那么中国外交部 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会上他承认 他现在要派代表到 华盛顿继续要进行谈判 不是向外界盛传的 可能不派刘鹤了 他还是要派代表团 本周到华盛顿进行谈判 他希望美国政府的相互尊重 相向而行 最后能够达成协议 但是这个发言人耿爽说 川普这个推文呢 是一个威胁 只是一个威胁 他说以前这种威胁 我经历的太多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这不是一个威胁 这是真的 这真的已经发生了 川普的推文就跟白宫的声明一样 它是要实施的 而且这样一个关税上调 本来在今年年初元旦的时候 就要上调 只不过因为中国 他就说他会改变 他在谈判中会妥协 川普说暂时不上调 现在他宣布上调 只是把前面的一个工作 续了一下 顺理成章 而且这个真的会实现 但是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外交部 居然还以为 这个仅仅是一个威胁 所以它是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误判 而且他就说到 具体的谈判的 事宜派代表什么时候去派谁呢 很多的记者向他问的时候 他就说你要问有关部门 然后最后有个记者问 什么叫有关部门呢 他就说有关部门就是 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部门 没关系的部门就不是有关部门 所以他是故意的隐瞒 可以见在这个事情上 中共还没有有个具体的方案出来 正在举期不定 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最重大的现象 目前中国的媒体 对川普的这个宣布 基本上是精若寒蝉 谁都不发言 这是中国宣传部门 有意的叫大家来精神 不谈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方面的政策 它会引起社会的一个混乱 经济的动荡 我们知道习近平提出了六个吻 其中一个叫吻预期 就是要大家的心理的状态 一定要稳住 那么这样一个川普的退文 一出来之后 那对人们的心理也改变很大的 所以他在中国的媒体上 很难看到这个消息 但是中国的股市为什么下错 因为毕竟很多的这个知识精英 社会精英 他们翻墙 或者通过其他的手段 能了解到这个消息 普罗大众可能了解不到 但社会精英了解到了这个事情 所以股市中错 但是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 采取全面分杀 你就看到他对这个事情 是非常的恐慌 可见川普这个举措 确实卡住了中国经济的脖子 对中国的经济的杀伤力 是非常大的 乃至对他政权 确实有巨大的一个政策 所以他必须要 把这个消息给分杀住 分杀住之后 他希望这个事情 能够尽快的化解 如果不化解的话 他的政权的危机 都现在都成为可能性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的这个变化 因为川普的宣布 在中国已经很明显 无论是股市 还有会市 还有这个宣传部门的口径 还有这次怪力怪气的 这样一个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 虽然要派代表来美国 但是他不敢说具体的细节 都说明中国政府 现在面对这个事情 手忙脚乱 不知道如何处理 对他来说是打了一棒子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南华早报透露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川普为什么发这个退文 原因是习近平造成的 南华早报说的非常清楚 说前段时间准备谈判的不错 但是要最后打成协议的话 需要中国做很多的让步 那这些让步大家都知道了 一句话就是 结构性改革方面做重大让步 所以中方代表 把做了重大让步的 最后的这个协议 给习近平看 习近平一看 龙言大怒 这不是卖国吗 怎么能签这样的 屈辱性的条款呢 他就不同意 不同意之后 刘鹤等人就非常难受 你不同意 那我就签不了这个协议 最后就会谈判破裂 习近平一拍胸脯 这个所有的结果我来承担 这个协议绝对不能签 绝对不能全盘的让步 绝对不能向美国妥协 不能签 如果不能签导致的后果呢 由我习近平一个人来承担 所以呢 他耍这个男儿的这个牛气 这种牛气呢 最后导致了协议签不成 中国不妥协 那么川普最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他也是非常的气愤 发了两个退文 彻底撕破脸 那谈判呢 现在时间已经破裂了 那为什么中国呢 还愿意派代表到美国来呢 因为中国政府呢 现在底气实在不足 他要承受的成本呢 比美国来说呢 大的多的多 可以说天壤之别 川普呢 这次呢 可以说是杀地一千呢 自伤两百 可以说是思量拨千斤的一个动作 不是杀地一千自伤八百 不是 他是杀地一千自伤两百 我们看到这个股市的表现 美国的股市只是小幅的跌 中国是大幅的跌 我们看到 自去年贸易战开打以来 中国的股市 楼市 汇市 全面的萎缩 尤其是出口企业遭受重厂 出口大幅都在下降 出口企业倒闭的躲闭 关门的关门 失业率急剧的增加 社会显入在动荡的前沿 所以中央提出了六个文 习近平老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重大的社会危机 整个贸易战引起党内的不满 引起社会的动荡 前段时间 因为中美贸易谈判快要最后延期锡谷 最后会达成协议 所以中国的经济才稍微有点好转 可以说是回框反照 李克强就宣布 中国经济的萎缩已经探顶了 他刚刚花音一落 没想到川普要把这个战火要重新燃起来 灌税要上涨的25% 而且后面的那3000多个美元的中国的商品 同样要征收25% 所以说这样一个消息 对中国的产业企业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裂 去年就那么糟 今年知道这个消息 情况会更加的糟糕 那么不仅是预期稳不了 其他的金融也稳不了 房市楼市 会市什么都稳不了 这样的话导致社会大乱 导致中国政权的瓦解完全有可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它输不起 中共它没有谈判的筹码 所以它只能乖乖的再派代表来华盛顿 可以说第三下戏来华盛顿 跪地求饶来了 这周他肯定会来跪地求饶 因为他付不起 习近平再怎么狂妄 他知道如果贸易协议打不成的话 那有可能他的政权就会完蛋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很多媒体说 中国可能不会再派代表了 但是外交部的声明 让我们看到他不得不派代表 再来求和 原因是他已经没有什么资本 没有底气了 反观美国这方面 美国川普今天又发了一个推特 他的推特就是说 中国每年占了贸易的便宜 有5000多亿美元 以后我们永远再不会 有这种让他占便宜的情况出现 所以说川普下进决心了 这不是一个仅仅的威胁 是一个真正要实施的 为什么川普这么有底气 主要首先是因为 现在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好 美国经济的这种非常好 让川普有底气 跟中国将贸易战进行到底 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 美国的GDP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2% 而且是四年来的增速最快的 而且公务员还有私营企业的工人 工资都是比前年都有上涨 而且最可贵的是 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50年来最低 才低至3.6%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就业率很高 失业率很低 整个美国的经济在看好 无论是共和党 民主党 还有欧洲 加拿大很多专家 都认为美国经济现在是非常好 所以说美国经济现在向好 所以他有足够的容量 来容纳贸易战引来的负面的效果 当然贸易战对美国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比方说他的出口也会萎缩一些 他的制造业有些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常用来说对他很好 所以短期的挫折他能承受得住 所以川普他有底气 有底气来打这个贸易战 而且要进行到底 所以说美国那些温和派 像奴卿 库德罗 他们实际上是自己是非常强 但是他确实要向中共下跪 那这是非常愚蠢的 相反像皮特纳瓦罗 莱特希泽 他们知道美国现在很强盛 美国有资本来打赢这个贸易战 所以必须要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 所以川普现在终于出手了 出手得非常好 第二点呢 川普为什么有信心 发出这些退文搞这个声明 除了我们昨天讲的很多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中国这个霸权主义国家 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因为现在中国无论是地缘政治 军事 经济 意识形态 各个方面咄咄逼人 如果再继续让他做大的话 那么养虎为患 最后说不定把美国人都给吃了 所以现在他还语意没有分满的情况下 必须要在贸易战上来卡断他 就是今天为什么美国又派两个军舰去南中国海 因为南中国海中国造了六七个人工岛 那个在战略上是非常高明的 也就是说他把南中国海六七个岛一搞 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完全改变了 尤其在亚洲他完全在地理形式上掌握了优势 那六七个岛一战 那美国一下就处于劣势了 所以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耿耿于怀 所以今天 昨天他宣布了加关税 今天就要派军舰过来 现在看到南中国海问题和关税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美国国防部这周出了一个中国军力报告 那个上就指出中国现在军力是非常厉害 完全有跟上美国的这种趋势 所以现在你不出手的话 以后就会晚了 在这个亚洲 中国具有很大的这个军事的能力 它的岸基部队就是海岸线的这个部队 完全有可能摧毁美国的好几个这个航空母舰 所以这些问题是非常严重 所以你现在不下手的话 再往后推的话只能是养虎为患 害了自己 所以现在必须要下手 先下手为强 所以川普呢 他是考虑到综合的一些原因 地缘政治 一带一路 现在非常的嚣张 不仅把这个东南亚的这些中国传统势力的国家 全都拿走了 现在又要拿欧洲的这些盟友 包括这个意大利啊 西班牙这些国家 还要把南美的这些国家拿走 所以美国是非常的这个痛心 那么 它的军事 不仅是南中国海啊 亚洲 它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盛 而且纵容朝鲜 发射导弹 北韩的问题 一切解决不了 就是中国不肯处理 甚至在暗中啊 帮助北韩 在这个暗中呢 纵容这个北韩 最新呢 就是关于中国在北极啊 搞了很多的活动 就是他要控制中国 整个地球的这个顶端 北极 所以他的这种扩张的野心呢 已经引起美国的政治界 军界的高度的注意 在这个时候呢 绝对要把敌人消灭在萌芽状态 现在中国不是萌芽状态 他已经雨一块丰满了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不下手啊 那以后就毁之晚叶 所以川普呢 该出手时就出手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贸易战 进行到底 可能本周呢 刘鹤他们还会来一趟 但是呢 这个谈判已经彻底破裂 然后呢 争奋相对 中美大战的时候 越来越必进 这个大战呢 或许呢 会发生 发展成一个武装的斗争 或许呢 以美国的这种不战而去人之兵 最后来告终 就是在各方面围堵中国 在经济方面打垮他 然后在南中国海 通过国际法 周边那些国家逼迫中国 从六七个岛上给退出去 然后呢 美国联合日本台湾 发展这个武力 尤其是核武 这方面呢 逼着中国 他的政权垮台 完全有可能 只有中国政权垮台了 就不存在 中美争锋的这个问题 只存在 这个 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 和中国这个民主国家 如何团结起来 营造一个更好的 地球冲的问题 所以说 这次中美争锋 为中国的演变 也创造了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除了高层的权斗 内部人民的抗争 外部的压力 是促进中国发生变局的很重要的第三个因素 现在这个第三个因素 已经发挥出了它真正的作用 那么中国的大变 马上就要来临 我们就拭目以待 很快就会发生更大的新闻 就会有更大的好的局面出现 我们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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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